吴宗憲委员也有特别提到 检察官出身的他 他说难检是欠考虑 陈启玉是陈菊市府时代副市长 是民党内的重要人物 又牵涉到光电利益案件 有一定的经济地位 如果要逃跑非难事 怎么会认为他没有逃亡的可能呢 那这个信用界呢 你知道不是23号的时候 就已经爆料吗 会有会要跑 有大咖要跑 好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龙剑先说要知道 本案还有其他重要的被告 同样位居高位也是接近核心的 减掉加把劲 不可以再让他跑了 好那到底这个人是谁呢 沈富雄沈大佬说 信用界指的 有很高层绿营的人会逃跑 不是指陈启玉 是比陈启玉更高的 非常高的 沈大佬说我知道是谁 我不能讲 我讲了就麻烦了 那到底是谁 对啊 所以亮哥你接下来去套 那个沈大佬的话 然后联合报黑白集 出了一篇标题直指 郑明迁也包庇陈启玉吗 这是法务部长 他说信用界十天前 就由民间管道接应 绿营涉案大咖要落跑的讯息 随即向法务部提出检举 但部长 郑明迁在答复 信用界质询的时候却说 他对案件不干涉 不知道不介入 这是故作无知还是谢责 如今南院丢人又丢脸 法务部接获信用界检举之后 又做了什么相应的处理 郑明迁都必须好好调查 交代清楚 否则他也将南逃包庇恶名 所以目前看来 跑掉了陈启玉 就知道赖政府的速摊 不是完真的 这已经很明显了吧 静平 所以其实从陈启玉的 这个整个落跑的事件 可以看得出来 我认为院检是联手打假球 因为你一昧的说 这个院怎么样 法官有问题 那难道检察官你事前 就没有想到任何的 寄出一些相对应的防范 比如说防淘机制吗 好我先来说院好了 那现在检方这边释出消息 台南地检署是不是想要把矛头 这个调向 直指这个台南地方法院 你看其实地方法院 那四名的这个 召开积押庭的 程审轮值把关 都是非常强硬的 都是以高度保障这个被告 高度保障人权的法官自居 所以其中这一次这个 在召开积押庭的程审法官 其中一个叫陈威龙 他是今年五月 这个等于驳回了 台南地检署申请 这个要搜查搜索的 这个大麻案的这个程审法官 也是这样的 然后也引起这个 当时台南地检署的这个 检察官群情激愤非常不满 已经几乎都已经有现报 已经差不多能张拒 或者就只差你开搜索票 给我们去搜索这个大麻案 结果这个程维龙法官 他就是不肯 驳回这个难检的申请 那另外一个这个法官 叫做郑雅文 台南地方法院的这个陈审的 也是这一次放走 陈启玉的法官之一 刚刚讲的是程维龙 另外一个是郑雅文 这两个法官 那这个郑雅文呢 他是去年台南地检署 他们在破获一个诈欺犯 诈骗集团 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痛恨 不是什么打诈欺识法 你敢领被害人的钱 就警察就会来抓你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不会啦 嫌犯就说 才不会抓的 抓不到 他把我们放走 真的是拍的是真的 那个法官就会把他们放走 这个郑雅文就是这样啊 台南地检署去年在侦办这个 诈欺诈骗案件的时候呢 破获了诈骗集团 然后好不容易逮到了11名的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 不管是车手啦 还有机房的相关理业人员的这个被告 一举诚情的时候呢 结果台南地检署这一名这个郑雅文法官 在召开击押亭的时候 11名的诈骗集团的 连同车手等诈欺犯的这个被告啊 全部都这个赤回 全部都让他们走 也不用伸压 也不用积压 也全部都放走了 所以台南地检署就非常的火大 所以后来台南地检署就想说 搞什么啊 为什么我们台南地检署每次放这个办的东西 或者是要搜索或者是抓到的人 然后都被你台南地方法院放光光 跑掉了 然后后来台南地检署的这个 他们的主任检察官 检察长就去拜访的这个台南地方法院的这个院长 当时还有这个上新闻 台南地方法院的院长叫沈阳仁 然后台南地检署的这个检察长 去拜访这个沈阳仁院长的时候 还跟他们提到这件事情 我刚刚讲的两件事 他也都有提到 说拜托台南地方法院 能够审酌于这个强制处分的陈森法官 是不是要谨慎一点 尤其是你们在任命这个职 不管是积压庭或者是陈森法官 相关的案件的时候 是不是要谨慎一点 相关的人选也特别要小心 那如果有一直这样出现这样状况 好像社会舆论压力会很大 结果当时台南地方法院的沈阳仁院长 回复这个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说 审判独立啦 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涉啦 等于给了台南地检署这个检察长 软钉子碰 审判独立 一一一说你不要管啦 我也管不了 我们也没办法 就让这个法官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事情是从台南地检署放出来的 台南地检署是不是想要先把罪名安在 这个台南地方法院 从这个不管是院长沈阳仁 还是台南地方法院的法官 陈威龙或者是郑雅文 这些所谓的法官 你是要把罪名先推给他们 都是台南地方法院这些法官 你们记住哦 记住这几个名字哦 沈阳仁哦 陈威龙哦 郑雅文哦 先记住这几个台南地方法院法官 是他们害的哦 是台南地方法院的疏失哦 其实司法院曾经有行文过 各级地方法院 各级法院 包括地方法院都曾经收到文 也就是说为了避免 因为过去有太多的名人 在这个一二省之间啊 不管你申请积押 然后后来被驳回 然后再抗告 然后这个上一级的这个法院 再这个裁定取消 他的这个裁定取消 然后再重开积押庭 这些控党之间 一二省的控党之间 可能跑掉了 不管是隔空串政 灭政逃亡 就是为了怕避免这个控党 尤其是权贵的人员 涉及曾经是或者是 曾经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啊 董事长 就类似陈威龙这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过去出现太多个名人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时司法院曾经发函 也曾经发公文 行文给各法院 包括地方法院 各级的这个法院 我相信台南店也收过 必须在24小时之内 一天之内 只要你这个积押庭 如果被取消 或者是重开积押庭 这个过程当中 你必须24小时之内 立刻开庭 然后立刻针对这个事情 有一个因应 不能出现空档 这个叫做即时抗告 准即时抗告制度 这司法院的公文有发下来啊 你去查司法院的系统啊 你去查各个法院 有啊那各个法院都收到了 为什么台南地方法院不做呢 然后现在台南地方法院说 没有啊 我们也没有说怎么有延后啊 这个积押庭也没有延期的问题啊 也没有延期啊 那为什么会隔了9天空窗呢 就算你再连台风天 不要算进去 你还也超过一个礼拜 也8天啊 更何况如果把这个台风天算进去 加上时间到今天是10天耶 9天的空窗 你台南地方法院还可以大言不喘 脸不红气不喘的 告诉我们全国的这个老百姓说 没有延压 没有这个延期 没有延期的问题 所以完全没有这个空档 那这9天 消失了9天跑去哪里 所以当台南地方法院发现这个错 而且完完全全 忤逆司法院的这样一个公函 你根本就没有立场 再来说三道事 还更枉为说 你是这个保障人权的法官 你连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 然后你也没有审慎 因为今天大家会指责你 重放人犯之嫌 就是在于你 你这个空档 为什么给的太长了 你为什么这个 你就算你针对台南地前署 所以为什么之前历史哥会突然 爆气怒呛说 怨解什么失和干嘛的 说什么狗屁不通 我支持历史哥一修的看法 完完全全没错 这不能当作理由 那现在你去把这个矛头 台南地前署 你把矛头指向台南地方法院 感觉让人家就是 你要踢皮球嘛 把球踢过去台南地方法院 让大家去检讨台南地方法院 从地方法院的院长到法官 都有责任疏失都有问题 是恐龙法官不止 还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法官 好 那接下来 难道台南地方法院的这个地前署 台南地前署难道你没问题吗 你的防淘机制在哪里 当时你认为说这个积压庭 恐怕会被这个召开会取消 然后会驳回那个台南地检署的 这样一个申请积压的这个状况 然后你就有应该要有心理准备 要准备寄出比如说电子监控 对 电子矫疗 或者是各种各方面 我们从2022年通过修法以来 电子监控的实施制度 全台湾全国只有5%而已 你台南地检署为什么不做 那台南地检署后来事后对记者怎么讲 他说 哎呀 我们有想到说这个电子监控 用这个电子这个防淘 这个防止这个被申请积压的被告 趁这个时候趁乱落跑 所以他们有想到 可是后来想到说 台南地方法院会 这个同意的几率非常的低 可能不成功 那你连事都不是 你认为同意的几率非常低 可能很高的几率驳回 所以成功的几率不高 那所以你们改申请说 出境出海的这个限制 结果又被驳回 那这两个你只做一个 那另外一个你又不做 电子监控你又不做 对比刚刚亮哥所提到的 柯P案好了 郑文燦案好了 郑文燦案他不敢对郑文燦 大阿哥这样 那柯P案你对李文中不就这样 就是啊 你对李文中 李文中还是一个伪造文书 你用什么最嫌弃压搭 用伪造文书 伪造文书你就给他电子监控 你就给他电子脚僚 李文中李文娟好像都是 是那他们都是用伪造文书 我想问一下 就算我是没有学法律的 可是我大概也知道 伪造文书 还有刚刚我讲的什么 诈欺啦 还有种大麻啦 还有像这个 陈启玉啊 瘫了十几亿的人 掏空十几亿人 哪一个最嫌重啊 最嫌最亲的不就是 李文中跟李文娟吗 那最嫌亲的 你给他电子脚僚 电子监控 然后最后把他这个李文中给积压了 那其他比他重的 你不是放掉了 那就是连电子监控也没有 所以你台南地检署 你一点作为都没有啊 你连防逃 你简直变成 你地方法院的法官跟地检署的检察官 我要说你们防呆也不行 因为你们两边院检都变呆瓜 都变呆了 你们好像已经呆到已经 不知道在哪一个时空 好像时间在你们法官跟检察官身上都禁止了 所以你也没有做一个防逃机制的一个因应作为 连想要判定说可能会被这个地方法院驳回的几率高 然后不成功的几率很高 所以你就没有做这个动作 那你连错都没做 那你现在跟我讲五四三 然后说啊这个不可能 然后没有办法 那你事后被人家批评 刚刚好而已活该嘛 所以今天如果地检署你现在把矛头指向地方法院 释出来分为要让大家去围剿地方法院 那我会跟地检署讲 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也很轻松很好过 好像只要把原因导向长期院检失和 然后地检署你想要改变这样的状况 这样就可以好像卸责了 你们两边院检 检察署检察官把皮球踢给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又把皮球踢回去给地检署 这两个叫什么航线仪器嘛 两个是乌龟笑王八 两边都是一个五十步笑百步 还跟我讲五四三 然后跟我讲的好像 呃这个院检都没有问题 没有冲没有怎么样 法匠你们这两边地检署 台南地方法院跟这个台南地检署 检察官跟法官都是法匠 学法学到这个丢到水沟里面去了 所以还敢跟民众跨跨其谈 跟我们讲法律 连司法院的命令都不遵守 你们还配当法官还配当检察官吗 不要走出去被人民吐口水好不好 在这个自由时报出了一篇独家内幕的报道 标题只指陈喜玉生压被驳遭移纵放 法界铺南院曾经全数驳回38张搜索票 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10月24号 南院已不适用证交法 驳回了南检对陈喜玉等人生压 结果台南高分院却打脸撤销原裁定 发回南院耕裁 因为南院对证交法的见解和最高法院不同 有媒体于20年前 南检检察官监听南院法官的特殊案例 证明台南院检长期失和 但是南院发出声明表示 陈锋旧闻难以苟同 不过今年两次法务部 全国同步扫读的时候 一次22张搜索票 一次16张搜索票 两次全部被驳回 一张都没过 那么今年法务部全国扫读 检掉部署在现场 只等搜索票一过就全面行动 大概快40张搜索票 全被南院驳回 法务部因此跳过了台南 不执行 根据了解 南检检察长中和县发现事态严重 因为搜索票一张都没有过的一事 还拜会了南院的院长沈阳仁 但都没下文 我这边先请教亮哥 就是说在今天自由时报 是自由时报的独家爆料 是要带什么风向 是要推给南院 也就是说南院很糟 但是后台很硬 到底什么意思 自由时报大概也想抓陈其玉吧 我跟你讲 我们这样讲半天 那司法系统谁能够监督 就是啊 我跟你讲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司法院他自己可以开监督会议 评见委员会 所以我们那个法务部长在立法院那种背询 说我们不能管个案啊 就是失职啊 你怎么不能管个案 你可以去整理那个检察官被人家质疑的资料 然后在你那个法务部里面来做评见啊 司法院也可以对法官做评见啊 这个是他们内部的纠错啊 问题是你有没有做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监察院啊 监察院可以管所有的公务员啊 问题是我们的监察院 目前就已经完全被民进党控制了嘛 对 就上一次 那个监察院有一个监察委员嘛 他就就帮那个段宜康的 他就上次就特别去 去质疑一个法官啊 就因为他那个判那个 就那个曲棍球那个案子嘛 所以针对个别的法官跟检察官啊 只有监察院可以处理 问题是我们这个监察院就是 就是一个阉割院嘛 所以你从这里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这个出了严重的问题啦 就是说立法院也没有调查权 然后监察院对于这个 法官或者检察院体系 唯一怕的就是监察委员 他不行死啊 所以你对这一种 尤其是刚刚听起来这个 台南地院问题很多啊 就是连邱丽丽那个判案 都没有人怀疑 然后现在又搞了一个驳回 或者是对蓝检的搜索票驳回 结果都没有人有办法处理他 现在变成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这个体系变成这样啊 那我讲白了啦 如果他因为长期待在台南啊 那就变成根深蒂固绿 那变成他要护谁就护谁啊 会变成这样啊 而且颜色对的就跑了 对 或者是他背后的力量是成局啊 他不想得罪啊 那都没事 就变成这样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就知道我们台湾的那个监督的机制 有多差啦 然后司法院法务部检查总长 对内部的这个明显的可能有堵职啦 都不处理耶 那这个怎么办 所以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啦 因为他是终身职耶 大家不要忘了 他除非有明显的违法乱纪啊 你还不能去职耶 目前状况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这整个监督机制啊 已经被 已经整个烂掉了啦 因为民进党现在 你看那个总预算卡到现在 对 让他刚刚在聊天室里 我就看到有网友在讲 就说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里 但好像大家都无能为力 不是无能为力 他不做 因为那是他们的好朋友 不是这好像总预算啦 总预算你为什么不编 补偿原住民的预算 你为什么不编 那那天 佐龙太子是说 哎呀我们臭一臭啦 他还是不编啊 他用臭的啊 追加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他完全都可以 不照法律来办 或者是明明你这个体系 有发烂的状况 他不处理啊 他可以处理啊 我刚刚跟你讲了 院内有评鉴会议 那外部的有监察院 都不处理啊 对就是对于这个不处理 小老百姓无能为力啊 对不对 本来就无能为力啊 对 连立委都无能为力 老百姓怎么有 能够干嘛 就是 你连那个立委都死不上力嘛 更何况是小老百姓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 所以我才说这个东西就是 国民党跟民众党要着力的地方 所以这样叫民主吗 就他每天在宣传都说 他是民主国家 那你内部已经发烂的东西 你就因为政治的关系够硬 没人敢碰啊 或者不愿意碰啊 那我们这个制度不是没有机制嘛 他不行死嘛 不然超市案怎么会搞到今天 一样的嘛 超市案如果当时监察院 直接送检调 他没有送检调耶 他明明那个田丘警算很认真啊 他都调查完了 结果纠正 纠正有屁用嘛 事实上他应该送检调嘛 他那个时候送检调 这个案子早就破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如果是碰到你本来有的机制都怠惰 然后就造成发烂的部分 或者是明明堵殖的部分都没有人处理啊 那你在野党现在只有立法院拿烂你能干嘛 就变成这样嘛 就是立法院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啦 立法院个案是管不到的 尤其是司法案件的个案你根本碰不到啦 你只能够到立法院然后去做揭闭 然后你个人的声明念完了就结束了 就是这样啊 我们那个调查权也不能针对司法啊 司法必须由监察院行使啊 因为那个是公务员的个案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讨论下来你就发现 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被保护得很好的 嗯 对 他根本可以为所欲为啊 然后不会有任何事情啊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戏文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他添加5种EGF 他添加5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腹路全校精华精华生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